不要开零五封城街拜天宫 先出发了 所有的华人都会来这里买东西 就平常会开到很晚 因为现在特别的关系 会开得很早就关了 也没有那么热闹 也比较少人 这间除了卖五丝 还有卖一些里兰之类的 双双对对的甘蔗可以在这里找到 水果也是拜天宫的必备品 这摊看到的是面线 这摊说买的是蛋糕 面糕 鞋柜 鸡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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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买一样 盖 Р即用 白鸡柜 anto少一天 哈喽 明天初发 acht 就是附近人》的白提供啦 当然也少不了一些香蜡烛镜子之类的 今天来到的是一个夜市叫成公園 买不到东西可以来这边找 但是卖天空的东西这边都会有 卖花,卖水果,卖蔬菜 这边是肉干 早上买到晚上 卖甘蔗这里 娃娃 回来吃了翁翁 饼干一包两元 发财一包吃了发财 感谢这个回忆冰城送来的一份东西 是什么呢?我们打开看看吧 这是 一张贺连卡 并城描绘的贺连卡 一个包袱 还有一封信 信里面就有了这两个东西 奴隶大年初九是福建人拜天公大冠年的日子 鸡蛋要弄轰轰 是一点多就可以开始摆桌 哦 龙香是必配品之一 把油倒在龙香上比较好点 把油倒在龙香上比较好点 一条鲜蛋要出来 大概是什么 一条鱼 我都来看 是没有 你还要跟上一只鱼 你还要跟上一只鱼 有没有 大两只鱼 有没有 有没有 就像这一只鱼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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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搞錯了 再來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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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字幕 李宗盛